好 帶你來看到花蓮市公所與財團法人愛花蓮愛心文化的藝術基金會 21號上午在美輪大飯店是共同辦理了奮進愛花蓮獎學金頒發活動 這一次有111位就讀高中以及國中小學的學童接受公開的表揚以及獎勵 奮進愛花蓮獎學金頒發活動 21號上午在美輪大飯店盛大舉行 這次有111名就讀高中及國中小學的學童接受公開表揚及獎勵 總計發出19萬200元的獎學金 那我們知道有多孩子其實很努力 所以我們把基金會的名字獎學金的部分把它取叫做奮進愛花蓮 希望每一個善的意念能夠傳達給孩子 也希望這個善的經濟能夠循環下去 希望有一天孩子有能力之後 也可以幫助學校或是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一個學弟學妹 在此要謝謝每位校長跟老師還有主任用心的來指導每一個孩子 那愛花蓮基金會有這個部分還有基金的部分 花蓮市公所的這個奮進愛花蓮的基金會持續不斷的辦下去 也會讓每一個孩子感受到溫暖 現場也播放花蓮市公所歷年來執行社會福利工作的短片 包括慰問弱勢及食物銀行開辦的訊息 讓在座的每一個人深入了解花蓮市所執行的社會福利績效與成果 而市長維嘉賢表示 獎學金的數額雖然不多 但卻能鼓勵學智在人生目標上確認自己的方向 他也感謝各界對於活動給予高度支持 以善行來歷行實踐愛花蓮的初衷 記者 許麗晴 花蓮市報導